好 最新的連線來關心了公投演變成現在藍綠鬥爭 為了宣傳反萊豬公投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在台北市米各區展開了12場的接獎 在上個週末遇上了民眾來踢館引發了爭議 國民黨立委李德維臭痛批 根本是民進黨故意在搞論直呼對於這個反萊豬的議題 不要再拿美國可能會生氣來當黨劍牌 目前最新我們時間連線家瑜 好 如果各位觀眾來到這個小時的國會現場 我們邀請到立委李德維 是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要來聊一關 1218的四大公投 現在民眾還是覺得說 現在是不是就變成了一個藍綠對決呢 而這個公投的議題就涉及到 前我們的國民黨的立委蔣萬安 他就講到說他參加這個宣講 12場的宣講卻被民進黨給擾亂了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變成了民進黨 貼國民黨說一個亂台的標籤 但是現在是不是變成民進黨在亂呢 是 我想其實到底誰在亂民眾看得非常清楚 1218的公民投票本來就是所有公民的權利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在這裡面執政的民進黨跟在野的國民黨各自相關的宣講 我們想請問國民黨有去亂民進黨的場地嗎 完全沒有 而民進黨的支持者反而會來亂國民黨的相關的宣講 我覺得在在都顯示民進黨跟他的支持者沒有這個民主風度來接受 1218公投的結果 畢竟我想這公投的結果 不能再像2018年一樣 蘇貞昌院長只是尊重而沒有遵守 我們再次的強調 公投的結果 不管是蔡英文蘇貞昌或者是在野黨都必須去遵守 所以我們不希望民進黨又是說一套做一套 明明自己在亂 但是卻不斷的指責國民黨在亂 其實到底誰在亂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講到這個四項公投 就會想到說三項都是民進黨過去自己推翻的主張 那現在就說四個都不同意 其實引發了很多爭議 那不只是民進黨現在又把好像美國拿成擋箭牌 說如果我們不吃萊豬的話 就會變成美國會生氣 甚至CPTPP的門票也是要進口萊豬才能夠開放進口 我們才能夠得到這張門票嗎 委員你怎麼看 我想這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民進黨不要總是拿美國人來恐嚇台灣人 我想這樣子做對於民主政治完全沒有注意 第二個部分很簡單 不要每次都把美國人形容成為惡魔的帝國 我相信包含萊豬在內 其實國民黨時代並沒有進口 但是美國也沒有氣噗噗的到處的反彈 那民進黨現在自己要自願的去開放萊豬進口 甚或於又把天然氣所謂大潭藻礁的這一個部分 跟美國出口天然氣綁在一起 我們真的認為完全不必要 也不必凡事都拿美國人來恐嚇我們台灣人 還把CPTPP也纏在裡面 我想難道台灣人沒有民主自由自己的意志嗎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再次的要求 民進黨能夠收手 不要再拿美國人來恐嚇台灣 恐嚇中華民國的國民了 是 剛剛委員的意思有講到說 美國人會生氣的原因似乎還有一個 就是有關於三接的天然氣接收站 這個美國它是台灣的天然氣接收站的 六大進口國家之一 不過這個天然氣的這個比例 卻只有3%是非常少的 看來民進黨生氣的原因還是非常多 是 所以我想其實剛剛主持人特別講到 所謂的六大其實美國只佔3% 充其量只是1.33分 所以美國人會在這一個部分 等於說有反彈的機率 真的非常的低 所以我們再次的講 民進黨 執政黨千萬不要 凡事都抬出美國人 來訴說他現在的要求是合理的正確的 一再的這樣子我相信 也會人請台灣人民的怒火 畢竟台灣人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幫大家做個結論 現在變成了1218的四大公投 變成了藍綠的一個鬥爭 甚至在民進黨口中變成了國民黨在亂台 不過剛剛立委 李德薇有提到說呢 他覺得這個公投是一個民意的展現 而不是上意的展現 要尊重民意 而不是說什麼美國人又要生氣了 或是這是CPTPP的門票 好 以上是今天的國會最新 我們將鏡頭交換給同年主播 好 最新的連線同步來聚焦 民眾反映向防疫旅館這個更改時間 跟天數不過被業者給漲價 現在呢 最新的消息又是如何 我們時間連線加以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這個小蛇國會現場 帶你來看到 現在防疫旅館一防難求 尤其是在農曆春節這個時候 很多民眾都是訂不到旅店 因此防疫旅館呢 就有傳出說現在趁機烘台價格 江戶部長王國才 今天副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被問到這一題的時候 他就說 如果防疫旅館調漲的價錢 超過20%的話 將會要撤銷補助1000元 一起來聽他的最新說法 現在我們跟防疫旅館是 如果照他原來的價格 超出20%就叫做 封台價格 那這個部分 如果有這樣的行為 我們現在每一房一天 1000塊就會停止補助 那這個我也請觀光局 來強關出外面的督導 謝謝 問等一下好像沒有旅宿 就是居檢的旅館補購 其實民眾官員都可能要做到花蓮 請問會不會出任 不會 現在我們已經 公佈12月14到1月31 你們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像前面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綠燈 那加上在7加7 基本上會多出一輪 那現在紅燈的部分 我們希望說 因為7加7 開始有空出黃燈跟綠燈 那這個部分 我們觀光局都是 前程跟地方政府的 相關單位都 前程在看這個整個旅館夠不夠 我們會全力以來 是注意這個 整個工序的一個情形 黃河三表示 已經通過了一些 相關的規範 不過民眾還是非常擔心 想說 10加4或是7加7 防禦旅館跟民眾 還有政府都協調不好 希望政府能夠給一個 詳細的說明給民眾 以上是這節的國會最新 我們將鏡頭交換給同年主播 欢迎真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